大家好 我是Michael 那么今天我们又来看一套非常特别的房子 这个房子其实大家能看到就是我身后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始建于1913年的教堂所改建的 它已经被分割成了9户 变成了一个公寓了 咱们先在这个教堂外面 我们来转一圈 然后我们再进里面 当然我们只是看其中的一间 OK Let's go 这个教堂改造的公寓是位于多伦多东部 距离市中心的Dontas广场4公里 不堵车的情况下开车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那么坐油轨电车需要30分钟 距离最近的湖边公园Woodbine Park是2公里 开车6分钟 这个社区主要的公共交通是这种油轨电车 班次还是非常多的 大约是5到10分钟就有一趟 房子的外观完全保留了教堂的原始面包 因为这个房子它属于历史遗留建筑 是可以向政府申请改变商业或者是住宅 但是根据法律规定 历史遗留建筑的整体架构是不能拆除的 内部可以合理的进行改造 而这种墙壁窗户大门 外观要保留原有的风格 对于把教堂改建成住宅这件事情 加拿大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大逆不道 那么大部分人认为老建筑如果被开发商改建成住宅 或者是商业 发挥它的经济价值 反而更加有利于这些古建筑的保留和社区的活力 好看完外面以后 我们进房子里面看看 进来以后完全看不出一点教堂的痕迹 就是一间普通的公寓 这里面有一条很长的走廊 通向每户住家 那么我们要看的就是一号单元 也就是最前面这个我本来以为是传达式的门 好我们开门进去 哇塞进来以后是这种黑色系的玄关 一条厚重的楼梯直上二楼 显得是有一点压抑的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保留这个风格 这个颜色有点商榷 右手边设置成了一个放衣服和鞋子的区域 好这扇门打开 里面是热水器和暖气设备 还有一些多余的空间可以放一些衣物 楼梯的左边门打开 里面是洗衣机和烘干机 好现在我们上二楼 这个看楼梯的成色和风格 应该是教堂原始的楼梯保留下来的 用料挺扎实 但是我觉得应该换成明亮的色系 更适合居住 再往上走 这有一个长条形的窗户 有一些彩光 但是不多 走到二楼以后 就忽然明亮起来了 墙壁和地板全部换成了现代居家风格的颜色 这个顶上面爬了一只巨型的黑色灯 有三只脚 这个楼梯做的有点太宽敞了 其实有一点浪费空间 好继续往前走 这应该就是客厅了 客厅左边是厨房 右边是窗户 再右边是一个楼梯 可以通向三楼 厨房的操作空间不是很大 设备还是很好的 全部镶嵌在了厨柜里面 很现代很整洁 橙色很轻 开盒的手感是比较扎实的 完全没有卡顿 质量很好 厨柜的收纳空间 跟这个两室一厅的公寓 还算是匹配 整体来说 这是一个简单实用的厨房 风格明快 易于清洁 适合轻度做饭的房主使用 好转过身来 我们看客厅的部分 这个屋主想必是想用沙发 把客厅一分为二 那么一边是沙发区 另一边是餐桌 可以拖出来吃饭 这个客厅的布局 我觉得是有点不合理的 那么长沙发放中间 破坏了厨房简单明快的氛围 他倒不如和里面这两个小椅子 对调一下位置 那么中间就不会那么厚重了 窗户这边是三个长条型的窗户 它直通三楼 并且有一个一米宽六米高的路空在这里 这个房子窗户都很奇怪 全部都是这种长条型的 没有办法 从外面看就知道 这是教堂正前门的三个窗户 所以也限制了一部分内部装修的格局 我们看完客厅继续往里走 这里走廊加了一套储存零食的橱柜 这个还是不错的 右手边是一个四件套的浴室 好像现在很多浴室都不用浴帘了 直接用这种玻璃做格档 再往里面是一个小卧室 终于看到了一个正常的窗户了 好二楼看完了咱们上三楼 三楼一上来 直接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卧房 没有门 空间还是可以的 这个床看起来挺奇怪 它其实是一个沙发床 后面的墙壁 这上半部分是凸出来的 是一个这种半圆弧形 我猜咱们已经到达原始教堂的顶部了 所以它这个应该也是不能改 这里面有一个小储物间和一个三件套的浴室 浴室的墙壁和这个顶的连接处 它有个斜面 但是影响并不是很大 这边找到一个遥控器 我猜的没错 应该是控制窗帘的 果不其然 好总结一下 这个房子总体上来说 它面对的人群是比较小众的 那么由于改造受到了很多条件限制 空间利用并没有很高 一楼的楼梯和过道占用了太多空间了 两室一厅100米的房子 我目测有效使用可能也就是在80平米左右 此房目前的挂牌价为100万加币 约合520万人民币 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在多伦多 已经可以买到非常不错的两居室 或者是三居室公寓了 那你说这个100万的房子谁买呢 它是不是有点overprice 其实房子价格它有很多因素影响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租金 这个房子的租金居然能达到5万一年 扣除管理费和地税 那也有4万多 想象一下在你居住的城市 你别管货币单位是什么 就是一个100万的房 年租金它能达到4万的 这房子本身还能抗通胀是吧 这是不是想想也还可以了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启发 那么今天的房子就看到这里 那么欢迎大家点赞收藏评论 或者是加一个关注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最后给自己打个广告 在多伦多有房屋买卖或者是租赁需求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email或者是微信